機身的部分先是打到車身 造成車頭嚴重凹損 整個擋風玻璃也都破掉了 松山機場起飛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的卻越飛越低 最後墜毀在基隆 到現在畫面上陸續 還有其他的傷者也被送到醫院來 這些人有人是用走的走進來 身上裹著毛巾 有人是躺在單架上